近日以来 韩语COP的圈子简直可以说是风起云涌 各类大瓜层出不穷 前段时间还可以说是嗨比加闹剧不断 没人能想到 在28日晚SM当红男团NCT更是爆出惊天大瓜 从无限阔列到频繁简缘 真的让人看得满脸问好 我们今天就来聊聊 近期发生在韩语COP的几件大事 看看哪件能让你震碎三观 组合NCT成员太医因性犯罪相关事件被起诉 28日所属经济公司SM正式宣布太医退出团体 消息曝光后 震惊演艺圈 引起许多网友的一阵讨论 SM娱乐28日表示 本公司最近确认了太医因性犯罪相关刑事案件被起诉的事实 但在掌握相关事实关系的过程中 意识到相关事件的严重性 因此我司也认为不能再继续团体活动 在与太医进行讨论后决定退出团体 接着SM还表示道 目前太医正在认真接受警方的调查 之后也会根据调查进展的情况表明追加立场 以下为SM的官方立场全文 这里是SM娱乐公司 我公司最近确认了太医被起诉到性犯罪相关刑事案件的事实 然而在掌握事实关系的过程中 意识到该事件非常严重 因此我司也判断太医 无法再继续以成员身份进行团体活动 因此在与太医进行讨论后决定退出团体 目前太医正在认真配合警方调查 根据调查进展情况 在进一步表态 对于我们公司的艺人引起正义 我们申表歉意 随后就有韩梅指出文太医涉嫌的是强奸罪 另一方面NCT成员在悬疑26日发行了个人出道专辑J 然而他的签名会活动已被延期 音乐零售商Somewave于28日表示 原定于8月29日举行的再选粉丝签名会 因不可抗力的原因将暂时延期 此外他们补充说 未来一旦确定新的活动时间 将会单独通知重选者 希望客户能理解 并且有报道指出 首尔方被警察署确认 已将太医作为性犯罪嫌疑人 进行刑事立案 同时表示 这不是针对同性未成年人的性犯罪调查 这意味着受害者可能是成年男女 或异性未成年人 并且在29日一早 正在调查该事件的首尔方 被警察局表示 已于6月对涉嫌性犯罪的太医 进行刑事立案调查了 太医性犯罪事件警察局 是从6月就开始立案调查 但却在昨日才曝光 立刻就在韩国的在线论坛 掀起了激烈讨论 也让很多网友开始猜测 SM早知情 自从28日宣布太医退团后 SM娱乐的官方Instagram账号 也取消了对太医的关注 NCT成员道英和太荣等人 也取消了对太医Instagram账号的关注 不过在太医退团之前 SM娱乐的相关人员也都取关了太医 这让当时就有粉丝们开始猜测 太医和SM娱乐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并且太医原定于13日和14日 进行的视讯通话活动 也突然取消 引起了粉丝们的疑惑 当时Apple Music表示 因为艺人突然感冒和身体不适 太医的视讯通话活动不得不取消 对于这次视讯通话活动的取消 粉丝们声称 这是否意味着太医的性犯罪事件 早已发生 在意识到犯罪程度的严重性后 SM娱乐才宣布让他退出NCT的事实 这也让很多粉丝也感受到了背叛感 竟然能挡住三个月 真厉害 6月 这期间居然还参加了粉丝见面会 这是欺骗粉丝的行为 公司真的藏很好 相信SM是被蒙在鼓里更加可笑 他们又不是小孩子 有网友在太医退团消息上发表评论 我是其他男团粉丝 突然也想退团了 引来许多共鸣评论 真的很有共鸣 让我开始思考 我所支持的偶像也可能是这样的人 就算是被说人性好的偶像也无法完全相信了 真的是现实感来袭 并且近期卷入争议的并不是他一个 BTS成员Suga前段时间的酒驾事件 可以说是闹得沸沸扬扬 甚至在原定22日上午 前往首尔龙山警察局接受首次警察调查 警方计划调查具体的饮酒驾驶经过 以及是否有缩小事件的意图等 但Suga一早却没有出现 使现场陷入了一片混乱 这次无端让事态扩大 Hype的处理能力真差 而到了23日 D社甚至都没有机场拍摄的安排 也是等到了Suga与律师 一同抵达了首尔龙山警察局做侦讯 据悉 这次出席警局的过程中 Suga表现得十分冷静 并全程保持着与律师的密切沟通 律师在面对媒体时也表现得非常谨慎 对案件的细节不做过多透露 只是表示会仅全力为Suga辩护 并且报道称 与Suga一同出席的律师 已专精于韩国娱乐经济公司 各类形式案件闻名 2016年 A律师曾替因违反道路交通法 酒驾等罪名 该律师为被起诉的 Super Junior成员强人成功辩护 不过D社也成为众使之地 当晚推特账号就被举报注销 现身警局后 Suga时隔三天也亲自PO出手写信来 向粉丝与大众致歉 信中提到 我怀着惭愧的心再次向大家道歉 因为我犯下的的错误行为 让粉丝们和喜爱我的所有人 感到失望和受伤 接着Suga也认错表示 在8月6日晚上 我在饮酒后 于人行道上骑乘电动踏板车 犯下了错误 并在之后仓促地发布的 第一封道歉信 所造成的任何混乱 并提到BTS的成员 因为这次的事件 让我和成员们 粉丝们 一起创造的珍贵回忆中 出现了很大的瑕疵 也连累到BTS的名声 对于我造成成员们和团队的伤害 感到非常抱歉和痛苦 面对Suga的道歉 依旧让许多网友不买账 认为她还应该退团 26日 TVN的官方YouTube频道 公开了某节目预告影片 影片中 出演着访问了 韩服设计师 朴树女的家 并观赏了其设计的韩服 当时 朴树女展示了 她曾合作过的 BTS成员和 Mr.Trott出身的歌手们的照片 当初演者金融剑问道 这件韩服是谁穿过的 条树女解释说 这是BTS的 是防弹少年团 新人时期穿过的韩服 同时 影片中放大了BTS的团体照 其中Suga的脸部 被打上了马赛克 就在韩国各大论坛 掀起了激烈的讨论 不少网友留言表示 这才刚开始 为什么不让她退出 反而坚持 不如让她solo去国外开演唱会 即使没有Suga BTS也不会停止运转 不知为何要忍受这种耻辱 继续带着她 如果Suga单独活动 对公司来说 反而可能会更好 而NCT成员爆出的丑闻 非但没有给该事件降温 反而进一步的引发了热议 另外Hype内部一直也不平静 方石赫 美国约女网红的说辞 事后遭到女网红反驳 怎么会偶遇 社长明明有脸盲症 暂且成为过去世 Hype于27日也是突然将 米希珍从Auto代表职位上解任 米希珍方面反对此决定 称这项代表解任决议是单方面做出的 与米希珍前代表的意愿无关 这严重违反了股东兼契约 米希珍在28日接受Channel A通话时表示 现在与Hype合作本身就是错误的 必须先创造一些潜力 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因此 我也将拼命仪式表明了对抗的立场 米希珍的相关人士 28日早上透过官方声明强调 阿多尔董事会于8月27日下午1点 举行的会议上决定解任代表 米希珍 这次的解任决定违反了股东兼契约 即法院的一决权行使禁止临时处分决定 是一项非法决定 显然这次纠纷没有那么容易可以过去 不知道最终又将走向何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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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